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与众不同 我是聂建中 好 最近经济学人有一篇报道 报道什么呢 报道印度将成为世界上的另一个新兴的世界工厂 那么它报道了印度 这个现在是全世界这个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 到底印度有没有这个机会成为一个所谓的大国的崛起呢 好 那我们回想一下在21世纪初的时候 有一种声音叫大国崛起 那么也就是拜这个所谓的 这个Global Economic Paper No.99 叫做全球宏观的这个经济99号公报 在2003年10月1号公布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文案叫做BRICS 也就是金砖四国之身 金砖四国有两个人口大国 分别是中国和印度 也就是说在21世纪大家讲说大国崛起之身的时候 很多人的眼光都直接投入到了中国 认为中国崛起了 其实不然有两个大国 那么我还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 有一天我走进了敦化栏路 当时那个还没有这个收掉的那个成品书局 那么它有一个阶梯 当我走上去的时候就看到两本 在里面最畅销的两本非常显红的书 那么都是红色的 那么一个书的中文叫做龙与象 另外一本书叫中国龙与中国象 但实际上它的英文是Dragon and Elephant 其实另外一本书是Elephant and Dragon 可是它还是翻成中国龙与印度象 因为大家的眼光都认为只有一个国家最为绝 也叫中国 其实布兰在这个时候 印度是我们讲说尾随在中国之后 也不断崛起的一个国家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印度现在在2000 尤其最近IMF甚至预估印度在2027年 就是五年后的未来 印度将会很快地从现在是全球的第十大经济体 马上跳升为第四或者第五大经济体 它会输掉到美国 中国和日本 甚至还会往前再推升 到底印度有没有这样的未来 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那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讲 那么的确在全球认为大国崛起 大概就是中国 那么尤其在20年来 中国的经济不断地两位数字成长 到现在从8点多 7点多 6点多 当然今年也逐渐放缓到了5点多 甚至有被预估到4.8 这样的一个放缓的经济趋势 那么这样子看起来 中国好像在这个崛起之声浪 就稍微减缓了一些 相反的印度却被大家追捧 认为它的经济成长是不断地向上飙升 就是我刚刚讲的经济学人 甚至认为它现在是经济成长 最快的一个国家 那我要把它分析在我们的整个 这个生命成长周期 或商品成长周期中 中国已经到了一个 所谓的半成熟的成长期 而这个印度真的就是一个 growth stage 一个成长阶段的一个成长期 所以在一个成长阶段 它的成长速度多于中国之下 所以它可能成为民生之星 是被大家所这样子 可能认定的 但是我必须要分析 到底印度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趋势 有哪些原因呢 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个我觉得最主要的优势 还是人才 印度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印度这个国家的人才积极 那么各位如果去回想一下 在全球 这很特别 高科技公司 尤其在美国矽谷 或者是全球的资本市场的 高阶的金融公司 不管GOMSEC等等的 好多的公司的head 都是印度人 甚至有人笑称 印度国家已经控制了 全世界的所有的科技和金融 也就是印度人其实非常聪明 所以印度的人才很高 印度的人才尤其在Focus 在有一个地方叫做ICT 叫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就是电子自动产业 这个产业的IT人才呢 全球我看印度就拔占首位 那么印度呢 它的这个人才 这全球的IT人才 那么是建制了全球的 很多的IT的一个服务网 甚至印度呢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印度它本身 它的这个语言的能力 也这个高过于其他的国家 也就是印度这个国家 被这个英国殖民过一段时间 那印度人虽然他的语言 有非常多的这个在地的accent 但是英国这个国家呢 基本上他们的人讲英文 是没有人能够佛学 也就是他的英文能力 是完全的英文 所以在这个数理能力 科技能力 以及英语 这个所谓的国际语言能力上 都完整的之下呢 在国际间 这个印度呢 能够走进国际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优势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呢 就是印度这个人种 它的特殊性 印度人是非常任性很强的 那么我在美国的时候 跟很多的印度人同学接触 也跟做生意 也跟很多印度人接触过 印度人是非常特别 不管你是非常有钱 或者平民 不管你是已经走到 一定的高阶的位置 或者非常低阶 印度人非常有趣 他不管在什么位置 他都可以跟你拉下脸 甚至不顾面子呢 跟你杀架 跟你啊这个 甚至脸皮很厚的呢 跟你要他要的东西 他这种任性呢 不是世界上 重视面子的一些国家的 这个属性呢 所做得到的 因此印度在人生能区 这个这种任性之下 我觉得他这个也算是 他很大的优势 当然我最后要讲的就是 印度这个国家 这个总理呢 他最近呢 也是大肆地招商引资 他有点仿效 中国在这个120年 就是2000年到2010年 中国的招商引资的模式 大肆地招商引资 是与非常多的利多 不管是税负上 或租地上的优惠 能来吸引外资 尤其他是在 这个所谓的科技 这个服务业的 这个重金的这个吸引 那我觉得在科技 所谓的未来趋势的 这个科技脸光呢 那么加上这个 印度本身的科技人才 的这种拥有之下呢 我觉得印度的成长趋势 是指日可待的 谢谢收看我们的与众不同 下回再会 下回再会